罐子上面印着剑尸戴警察帽的图案 这不是一般的罐子 这次用钱也买不到的破案茶罐 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局长甘延明 为了鼓励原警对地方治安的贡献和付出的心力 发挥创意推出破案茶的奖励制度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为大家打造一个好的治安环境 所以我们当然也发明了一个好警察 他的谐音去结合这方面的一个功能 来刺激原警说 在治安工作上能付出相对的一个成就 我们用机关的立场来表彰他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荣誉感 所以我们当然用剑尸的一种形象 来凸显出同仑付出的感情 那我们要拿到这个破案茶 其实就非常不容易 它必须要现行查获到相当有成果的一个案件 替未明除害打击犯罪 然后确实能嚇阻整个治安的一个类型才会有办法 那其中我们是融入了我们安平在地方 以剑尸最为名 所以把剑尸融合我们警察的特色 所以大家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剑尸的这个设计 它有戴了警帽 那同时也有我们剑尸的特征 最有趣的是这个它的战的这个标志 它有这个谱的那个感觉 就很像是剑尸的那个尸爪的感觉 所以融起来更威武 那更有警察的象征 也代表了我们希望可以把整个安平的治安 带向更好的一个境界 这关破案茶的外观 仔细看还加入安平建设元素 充满满满的在地位 用这种特殊的鼓励制度 除了可以提升远景向前迈进 更是为警察打击犯罪 做一个良好的典范 希望可以为台南打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 安平景好战好警察 记者千里安平区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